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的阴阳烛单独形态 还有陀螺、射击支声、吊颈、随头和倒转随头 什么叫做陀螺呢? 陀螺是阴阳烛图表的一种代变形态 上下影线的长短都差不多 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像一个陀螺 反映好淡双方、势均力敌 后市未有明确方向 如果陀螺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顶部 再配合成交量大增 那就反映高位承接力不足 股价或者会见顶回落 如果第二天股价列口低开 将会进一步确认后市转淡 有货的投资者适宜先行沽货回避 没有货的就不要入市了 相反,如果陀螺出现在下跌趋势的底部 再配合成交量大增 就即是反映低位买盘开始涌现 股价或者会见底反弹 如果第二天股价列口高开 将会进一步确认后市转街 投资者可以乘机顺势买货 陀螺只要出现在上升趋势顶部 或者下跌趋势底部 才具有启示性 只要是阳竹还是阴竹都无关重要 那什么叫射击之声呢? 射击之声是阴阳竹图表的一种见顶形态 在星市顶部出现 价格在开市之后大升 形成很长的上影线 而且没有下影线 又或者下影线很短 但周市跌回到开市价附近 甚至出现阴竹 那就会形成射击之声 射击之声的上影线长度 应该至少是触身长度的两倍或者以上 射击之声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顶位 后市有机会向淡 有货的投资者适而先行沽货回避 没有货的就不要入市了 射击之声出现在下跌趋势的底部 那就叫做倒转随头 后市短期可能会见底 与阳竹还会加强威力 那吊颈又是什么呢? 吊颈是阴阳竹图表的一种利淡形态 提供见顶回落的讯号 实体触身的部分很少 没有上影线又或者上影线很短 而下影线就比较长 至少是触身的两倍 如果在上升趋势的顶部出现 不用成交量确认 都可以反映高位承接力不足 价格或者会见顶回落 有货的投资者适而先行沽货回避 没有货的就不要入市了 跳颈只要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顶部 才具有启示性 而下影线越长 利淡威力就越明显 如果在跌势底部出现 它就叫做随头 后市短期可能会见底 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